各位企业好 欢迎来到老堂讲象棋 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一局 2017年全国象棋起胜战 王天一对蒋川的一盘精彩对击 都说了蒋川的是王天一的克星 胜率的几乎超过了王天一 但是王天一的他是很不服气 他说我的等级分是天下第一 有很多大使说 这个排名的不标准啊 因为你比赛比得多 你的等级分的当然就高 好 那我呢也很想知道 到底是蒋川的起厉害点 还是王天一的起厉害点 那我们的今天就看这盘起 王天一跟蒋川的表现 黄蜂的老王 兵棋敬意黑风平炮 走成一个主底炮 黄蜂平炮黑风上向 走成一个中炮对主底炮的一个标准布局 黑风的上足冲冰的 要攻击黄蜂的七路线 黄蜂这一老王走的比较古怪 选了一个比较冷僻的象棋进去 这里其实最流行的啊 就是走居于平后 但是老王的性格跟脾气啊 还有他的风格啊 都是喜欢走一些比较冷的 红旗的出居啊 黑旗再冲 黄蜂的挑马 黑风再冲了 因为这个主的话 不可能的在这个地方让黄蜂吃掉 吃完以后这个马的位置非常好 然后黑族的话走的这么多步骑啊 啥都没捞到 那可不行是吧 那蒋船会气死的是吧 所以黄蜂这里的也只能够逃跑 因为这一次要炮的 黑风跳马 黄蜂的上市 这里黄蜂要上市 你不上市的话呢 蒋船这里有一个竹山平市啊 捉松的 就算捉不死的话呢 你这两个 大子啊 都要逃跑啊 全是褐蜂 黑风跳马 不准黄蜂的打中兵了 这个时候 黄蜂的出鞠 哎 老王的骑的 走的个式啊 非常的巧妙 这个 鞠的就从这个马的 屁股后面要给走出来了 因为这马一散开的话呢 刚好的 这个鞠抓住黑旗的马 这个个式还是挺值得学习的 黑风出鞠 黄蜂平炮 黑风呢 还是要出去 黄蜂跳马 刚好来抓住黑旗的 思路嘛 所以黑风平炮拦住 老人轰了他一将 这里讲出来上市 这部旗还是比较少这样 我估计是讲出来一个研究出的一个布局飞倒 因为这首期我记得黑旗走的最多了是四四进五十六进五啊是比较少见的 几乎都没有人这么走过 因为那黄蜂的一打黑风讲出来走的非常强一样你做我马的我就做你炮因为这个炮比马的肯定要重要那王天一的也不可能去跟他去进行一个交换只能够的和测一步 讲出来的也够退一步啊这双方够退一步啊海阔天空啊 黄蜂的平边炮黑风的再抓炮 黄蜂的退炮这期退炮有点不太好 我感觉是应该上中兵啊上中兵的话啊代表呢黄蜂有一个马三进五啊这个马的也可以发挥出作用还可以踹出兵再一跳的话呢刚好也是一个香味马 那这么一退的话呢被蒋船这个炮一封进来那这半边的居马就被封死了而且这也打着将军了所以黄蜂得补一手棋 黑风的上兵那这样黑风的空间啊比较舒服 黄蜂的打兵黄蜂打兵你可能是一个 败招或者是漏招因为这个时候的黑风的一圈过来黄蜂的并没有捞到什么便宜 你这不能打他兵啊你打他兵的就吃你马啊等于是白者的游戏 黄蜂跳马黑风的进炮啊要打向继续的压缩黄蜂的空间 黄蜂只能下向黑风的进兵进兵这手棋也很凶哦 讲穿着的呃稳中带凶下手棋老王要是不理的话那可能就有点麻烦了 他要准备的啊把这炮的顶上来把这个六路巨啊给堵住啊 所以这些老王呢赶快称四 沿河黑风的退马 黄蜂的赶快把巨高起来你不高巨的话 刚才讲啊他因为他有一个炮四进啊进五进六的起啊 他有一个的炮四进六风巨的起 哦这里讲穿的高巨啊走得的又凶又狠 那这样黑风的那个阵型啊是像个铁桶一样而且反击力的还比较强 黄蜂的阵型啊有点散乱老王呢这个时候情况有点不妙了 黑风对居这老王啊没有对选择了抓炮 那这抓炮的问题就更严重了 为什么更严重呢 因为黑风一抓进来的时候刚好是个仙蛇也抓住马的 那老王这里想抵抗一下呃跳马的反击他没有选择的呃 马上推是马上推是就没有什么反击力的呃以老王的性格的话啊 它是不费去那么消极去防射的 但是这里被讲穿的呃来了一个先气候取啊这么一抓的话这个好马的就死掉了 这里刚好就破了个是所以总的来说这么一个交贩啊老王就亏到家了这不起 黄峰上市黑风一将黄峰撕掉黑风的再一将黑风的下市这里退居啊这期退居啊讲穿者都有点手软了啊应该这个居的退回这个竹林啊攻守两立 红旗是一点周都没有啊一点办法都没有退回竹林以后呢这里可以挑马来打居啊你这个马是不能动的他或者他就挑马打居是吧 还还可以拦截红旗这个竹林马的旗哦有多种的攻击手段 所以 那老王普利手势 延和讲穿的平局黄峰挑马打兵啊这不起的老王又是一个 呃看上去是不好笑实际上呢可能是一部乐子被讲穿的一瓶过来啊后发自人 你的打他兵的话他就打你炮那等于横峰刚才这个炮的就白走的一步去 所以老王呢又散过这边来啊 但是被讲穿的连续又攻击一下这又打着马 走着两个线手了 这个时候老王呢只能跳马 但是讲穿一瓶过来刚好的吊住这个红马你马不能跳哦 你跳的话他下来的轰一点这样这样子的话 很麻烦了 黄峰呢这里又担心呢老王呃讲穿这个 卧槽马进来啊所以就飞了手像 想拦住他 但是呢被讲穿这么一桌啊问题就更严重了这一桌炮这一桌下这个炮的不能丢啊只能进去充了一将 然后呢老王顺势打出来啊这这期呢又被讲穿了给利用一下 再一逃再一抓啊这个马呢无路可倒 那推回来的话呢不是老王的风格啊老王是宁可战死啊也不愿意的 投降是吧 所以老王就拼炮 你要吃我马的话呢那我就吃你的吗 双方的进行一个交贩 但是这个交贩啊是黄峰的 是吃亏的因为黑风他有后续手段 交贩完以后的黑风点进来一将啊黄峰的底下的就漏风了 下手机就要抽将 所以 老王做出去讲穿了先 点了一将 只能进来以后呢 再抓 这个炮这个炮的又被捉死了 这炮被捉死的话黄峰的就丢了个大字 延和 黑风还有很强的攻势 所以对着啊王天英的就认输了 好本集期的就跟大家讲解到这里啊讲穿的实力的也 非常的 不错啊 啊 喜欢象期的朋友的 欢迎点赞加关注啊 我们的下期再这样谢谢大家的支持跟观看 哦 太好了 看看